这次这个云品酒店的态度回应呢 也让大家觉得蛮意外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饭店是属于服务业 向来是以客为尊 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跟顾客在网路上互呛的风波 但是这一次很明显看到云品是发出了非常完整的声明 甚至还强调他们手里头还握有证据 一点都不给梁力下台阶 大家就说了很有可能是因为他 因为云品的母集团云朗总经理正是过去从政的圣志人 一般认为圣志人过去的态度一向是走强硬作风 因此这一次的加倍还击 似乎也不怎么意外了 坐落在日月谈边的云品酒店 衣衫傍水景色迷人被选为十大温泉饭店第三名 不但有美景和美食还主打高级服务 只要住房一整车二十多个枕头任你挑选 连国外媒体都远道而来拍节目介绍 云品酒店标榜服务 但这次却大动作对主播梁力叫人下会事件 发出完整声明稿 甚至罕见驳斥梁力声明仍有错误态度强硬 其实云品的母集团云朗总经理 就是前文件会主委圣志仁 从这时期就以南禅强异著称 就算在梦想家事件被批得满头包 也没有改变他的强势 云品酒店的声明虽然表示不受访 但声明稿一字一句非常直接 甚至表明还有证据可以提供 在沉默多时候 云品酒店的回应 绝对如日剧所说的是加倍奉还 这就综合报道